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各位小伙伴们 大家好 马来西亚今年已经64岁了 我自己已经43岁了 马来西亚在奥运会至今还是一面金牌都拿不到 64岁的马来西亚到现在都还没有进入世界杯决赛村的最后32强 但是非常非常不幸的就是 马来西亚成功进入了全球16强 是什么的16强呢? 新冠肺炎 全球新增病例排行榜16强 马来西亚排行第15名了 这个其实是前天的存球新冠疫情的新增病例排行榜已经出炉了 前天马来西亚新增病例是5298例 那么它可以排在存球的第几呢? 刚刚刚好杀入了16强 刚刚好杀入了16强 第15位 所以事情闹大了 所以今天呢 也就是昨天呢 我们就突然间发现到 前天是5298 怎么突然间少了1000的病例 所以大家可能已经明白了发生了什么事情 现在他们是可以随便去操控这个数据 可以调控数据的 所以他们没有 他们现在发觉了 玩数据玩大了 全世界的数据都在下跌的时候 马来西亚搞得这么大 现在进入了全球16强 玩笑开太大了 赶快把它拉回来 赶快把它变回4000多 各位觉得是不是这样子呢? 那么在全球新增 便利排行榜排名第15位 那么在亚洲呢 亚洲现在是5强 排名第5位 东南亚我们知道 东南亚的老二 所以呢 这个王健明的社论 他的采访就讲了这个字 马来西亚将成为亚洲病夫 那么这里讲到了这个疫情歧视 不知道大家还记得不记得啊 当时武汉在爆发的时候 所有人看见武汉人都吓死了 上次河北石家庄在爆发的时候呢 河北的那个车牌 那个济制的那个车牌呢 其他地方都不给他们进来 就有很严重的疫情的歧视 那么现在呢 恐怕轮到马来西亚了 那么 那么 这两天最大的新闻当然是这个啦 这个我们的邻国 这个新加坡呢 已经紧急的把这个绿色通道跟它停止了 那么 那么 当然新加坡 不敢得罪马来西亚 所以呢 停止的比较低调 只是报纸随便报一下就算了 所以我们知道新加坡的朋友们呢 一直以来都比较好胜 比较好胜比较好强的 因为是马来西亚得罪不起 所以没办法 因为鸡蛋也靠马来西亚 蔬菜也靠马来西亚 以前水也靠马来西亚 如果 因为不给马来西亚面子 把这个绿色通道关闭的话 那马来西亚生气 那个鸡肉不运去新加坡 猪肉不运去新加坡 新加坡的人要吃什么 那么 其实在这里呢 提醒一下新加坡的朋友们 这个马来西亚的疫情很严重 已经严重到 所以最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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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来西亚进来的所有的产品 你们好好地测试一下 所以不是开玩笑 所以我们看中国的任何一个场所 任何一个场景都没有漏 结果厕所里面有病毒 结果那个shopping mall的地板上有病毒 结果那个冷冻机有病毒 冷冻虾有病毒 冷冻鱼有病毒 冷冻鱼有病毒 然后鸡肉有病毒 差不多什么东西都有病毒 因为马来西亚现在已经到这样的程度了 所以新加坡的朋友要小心 然后也希望这个JB的疫情不要再恶化下去 因为那个JB跟新加坡太靠近了 JB的空气吹到新加坡的话 如果JB的社区感染非常严重的时候 那个南向的风一吹呢 哇 那个新加坡的朋友真的是很危险很危险 所以你们要小心啊 因为过两个月我们知道这个 这个可能风向要改变了 假如那时候呢 大马的JB是很严重的话 新加坡的朋友真的可能在家都要戴着口罩了 那解决方案有了吗 那么昨天我们的节目讲说 而我们认为这个后门政府呢 他会解封 但是搞到现在呢 你看这个我们得到最新的消息是 但是又来在拖延时间了 其实他们还没有决定了 他说明天再开会 明天再决定 明天再决定 明天2月2号了 我们的店可以不可以开店 你早点跟我们讲 你不给我们做生意 就早早讲 现在我们就过年了 我们就放假了 反正一路来 我们放假 算到15天 我们不是先放15天咯 你可以不可以早一点讲呢 然后关于这个引力数据的这边呢 现在开始吵架了 现在三个人讲说 喂 你们不要叫我们卫生部吃死猫啊 我们没有玩 他说是你们这些私人Private Lab 你们自己慢报这个数据 但是马上呢 我们也看到这个Private Lab 反弹 他说什么时候我们改 我们私人机构什么时候改 延迟通报数据 我们私人机构 我们的名誉很重要的 知道吗 如果被查出 我们的这个LAD 我们的延迟通报数据 我们的这个形象被毁 哇 这个品牌的影响 你知道有多严重吗 所以呢 两方面到现在吵架 还不知道怎样 那么但是说到这里呢 其实 我觉得这个马来西亚 一个这么先进的国家 全球推出第一个智能passport的国家 还有好多好多东西 都是马来西亚走世界第一的 虽然疫情现在世界第15 但是呢 为什么 马来西亚不愿意把数据 变成这个live的 变成这个直播的 每天还要把数据掌控在手上 像现在说 怕了现在变成世界第15 赶快跟他拉一千回来 给他变回四千 那数据在他手中 他想报多少 他就报多少 为什么你没有勇气 去来给他live的那个数据呢 所以很奇怪的 世界上很多国家呢 他们对于这个疫情的数据呢 全部都是在操控的 有多少个国家敢用这个live的那个系统 就是 就是你随时登录他的网站 你随时可以看到现在的数据 就好像你们查那个EPF 你们查那个BPM 那每个人都可以查的 你打你的IC号码进去 加上一个什么手机 还是会有密封的方式 你就可以查到你自己有没有确诊 你去测试了之后 他也不用这么花费心机 去通知来通知去 你自己上去网站输入一下 就知道自己有没有确诊了 然后每个人呢 随时都可以在这个网站查到 现在是多少 现在是多少 何必每天呢 要叫所有记者呢 去到布达加亚 然后你要开记者会 还要这样子通报数据 你们可不可以节省一下资源呢 做一点有效率的东西呢 如果你认为你们没有问题的话 为什么不能够烂这个数据 拿来做这个live呢 拿来做直播呢 到了现在呢 现在我们的三个 完完全成是一个政客模式 现在怪Private Lab 我刚才讲过的 Private Lab 有branding 有品牌的 它被check到 它延迟通报数据 它的整个名声凑掉 哪一个Private Lab 会这样做这样的事情呢 怪Private Lab 然后现在怪人民啊 甩锅啊 看今天的新州的社论里面 就写到 那10天的数据 现在卫生部还有一个月的数据 现在到底他们有没有 manually 调控那个数据 因为昨天 因为前天升到世界第15 搞大了 进到16000了 所以现在少了1000例 所以会不会是这样子呢 所以他们还没有看到 有任何的解决 所以呢 要打这个疫情呢 真的是没有这样简单的 所以我们看看这个武汉呢 看看这个习主席呢 这个武汉的疫情搞到 他焦头烂了 你知道当时 习主席用多少人吗 他用42000 那个大军 那个大军 杀到武汉 才将武汉的那个疫情呢 给杀到刚刚进进 原来用了42000的大军 那么这个卫生部 马来西亚的卫生部 现在整天讲 我要招1000个 马上招1000个人来 处理数据 去追踪这个数据 但是到现在都没有做到 那么今天我们就先讲到这里 所以呢 今天主要我们就看到 比较失望的就是 现在大马呢 因为大家很清楚自己的姿势 马来西亚现在新增病例 成球排名第15 亚洲第5 东南亚第2 接下来呢 还会更糟吗 好 我们下回再见